甲殿代理中的一根约末 拇指指甲大小的螺丝 沿桶散落食物粉末一起倒出来 源头出自于这一块糕饼 里头竟然暗藏螺丝 外观毫无异状 等许小姐咬下去惊觉 舌头牙齿已经受伤 她在那推卸说 我们这都有金属探测器 没有人说 这就是你的 青菜夹2000块 把螺丝夹当 我想说我太狠了 8月底蔡先生一家 买了桃园一间食品公司 出藏的糕饼 咬到螺丝后 第一时间反映 舌头跟牙齿都破洞流血 对方回应很抱歉 真的是我们疏忽了 因为某环节零件脱落 金剪机又意外没剪出 会包2000元红包 并负担医留费用 后续虽然派人登门致歉 但没达成共识 蔡先生说 他们本来都是这一家 高饼行的忠实顾客 怒控对方品质控管不佳 害家人现在连喝一碗热汤 都有困难 求证遭指控的高饼公司 他要求的金额是12万 8月29号有去看诊的项目是舌头 牙齿的部分有10天的时间差 希望对方可以提出 就是S光片 还有医生详细的诊断证明 以及牙齿的估价单 他都不愿意提出 高饼公司回应 都由依保险规定走理赔流程 就等对方提供证明资料 表示很遗憾 造成了意外 判能圆满落幕 三立新闻张展智李建英 台中报导